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周我们刚刚拍了全新一代的高尔夫8 这一周紧接着我认为只有这一台两箱的私欲最合适 同样的定位相似的价格 在车迷心中都有着一样的信仰 可以说他们绝对是两箱轿车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车型之一 好 今天的这一期节目 我们除了要搞清楚这一台两箱版私欲自身的亮点以外 还有一点就是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它跟高尔夫8的一些区别和不同 此外 如果说对私欲有兴趣的买家 那么三箱版的私欲和两箱版的私欲 谁更值得推荐 而我们更推荐哪一台呢 OK 走 这一期节目的节目的节目 对于这一台两厢版本的思域而言 颜值自然不用多说 它绝对是现在国内50万以内 能买到的原厂自带的 这种改装基因最强的一台家用车 外形非常的帅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的确应该给本田点赞 其实我自己对两厢车 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早在15年以前 我自己拿到驾照的时候 当时买的第一台车 就是一台两厢版本的车 是一台标志的手动挡的206 也是一台非常有驾驶乐趣的车 而现在的话 两厢版本的思域在国内 它目前的对手也就是福克斯 然后高尔布巴 以及马自达的昂克赛拉 它相比同级的竞争对手 最大的亮点或者说优势 无疑就在于车头前面的这一台 L15B的1.5T的发动机 最大的马力177匹 所以官方给它的0.0加速成绩是8.6秒 所以思域 秒天秒地秒空气 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直线加速能力 的确是非常的强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重庆的山路里面来试驾这一台两厢版本的思域 我可以讲一下它跟同级的竞品车型 尤其是高尔夫的一个差异 这台车的话上来之后第一的感觉就是它的坐姿可以调得更低 这样的低坐姿的话是非常符合于一台运动型轿车的定位 所以整个的话驾驶的重心更低 而且带来的信心也会更好 这是骑 第二点的话就是这台车的转向的手感 即便是在地档舒适模式下 这台车的转向的手感也是偏重的 所以两厢版本的思域它带来的就是更好的转向的指向性 而且更运动化的这种转向的手感 此外第三个影响整个运动化感觉的就是一台车的底盘 所以这台两厢版本的思域它相较于三厢版本的车型 在底盘上会有两毫米的一个下降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两毫米的重心的下降 没有带来特别明显的感觉 但是这台车在底盘的调校上 会显得比三厢版本的思域会更有韧性一点 而且底盘会更硬一点 这种感觉的话在过一些减速带 或者说坑洼路面的时候 底盘的反馈会更直接 当然对于思域来说 其实受影响最大的 无非就是它的四条轮胎 其实这一点很简单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一台试驾车一样 直接给它换上四条米其林的PS4的轮胎 所以整台车在弯中的这种操控性 以及在转向当中的这种对侧向的这种支撑 包括轮胎的抓地 有了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 所以两厢版本的思域 你买来之后要做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的原厂的四条轮胎全部换掉 这样的话这台车不仅看起来会更帅 开起来也会更爽 如果说一定要在思域上找到一定的瑕疵的话 可能它的变速箱算是有点缺憾的地方 CVT的变速箱 它整体的平顺性做得非常的好 跟这一台发动机匹配起来 在日常的行驶当中 它是比较有优点的地方 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按照一台非常运动化的车型来要求它的话 那么它可能做的不算出色 我举一个例子 即便是我们在使用换挡拨片的时候 它的整个的换挡降挡升挡的过程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轻微 基本上很难察觉到 但是在一台运动型车上 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有力的坑枪 有力的换挡的那种顿挫感和间歇感 这台车的变速箱是没有的 所以对于思域来说 你一定要追求极致化的运动感受的话 那么两箱版本的手动挡思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一天的试驾 对于这台两箱版本的思域来说 还有一点意犹未尽 其实也就是这台车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的驾驶感受 跟它的整体的外形还是非常匹配的 它的确在同价位来说的话 算是一台有乐趣有操控 而且它的整个营造的运动氛围和运动基因 算在同价位当中算是非常出色的 好如果说高尔夫8的话 现在像是一个各方面的非常均衡的三好学生的话 对于那台车的总结我算是叫做均衡 但是平淡无味 而这一台两箱版本的思域的话 算是个性非常的突出 它的缺点很明显 如果说它的中控屏 它的智能化系统的话 在整个功能 UI的设计以及分辨率等等 这些东西来对比高尔夫8的话 完全处于劣势 但是这个偏科生的话 它在它自己所擅长的运动化方面 所营造的这种 无论是外形包括整体的驾驶的氛围 和整体的感受上来说的话 的确会比高尔夫8做得更纯粹 做得更好一点 而如果说是种草思域的潜在买家 在三箱版本的车型和两箱版本的车型当中如何选择 其实也不是太难的事 两箱版本跟三箱版本 它们在实用性方面 空间轴距同样都是2700毫米 所以车内的空间几乎一致 而两箱版本的车型拥有一个鲜背式的尾箱 所以它的整体的后备箱的装载能力 以及可扩展性会比三箱版本的车型来的更好一点 我个人认为其实从实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两箱版本的思域其实并不输给三箱版本的车型 好 两台车在实际购买的层面 我之前去了解了一下 现在无论是三箱还是两箱的思域 到店之后的优惠行情都在现金5000块钱 所以如果说是相近配置的车型 两台车的售价其实差别不会太大 三箱版本的车型可能在舒适性的配置方面 做的稍微要好一点 而两箱版本的车型无疑拥有了一个更帅的外形 和整体更好的一个运动驾驶的氛围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我个人更推荐也更种草两箱版本的思域 好 这就是本期思域的试驾节目 谢谢大家的观看